接下来这个第二个题目 是有点难度 不过我个人是还蛮想理解的 所以想请教范老师一下 请问阿兹海默症 那因为脑细胞损坏 而逐渐失去了一部分的记忆 乃至最后完全丧失这一世的记忆 那这个现象要怎么解释 既然就像今天讲座所说 记忆储存在第八世中 它不会损坏 那即使脑细胞损坏了 那应该记忆都还在 为什么脑细胞损坏了 记忆也就呈现不出来了呢 那另外呢要怎么样 才能够避免或者是预防 这个阿兹海默症 麻烦这个范老师跟林老师 这个阿兹海默症 它是失智症的一种 它会随着我们大脑 某个区域的脑神经细胞损坏 那就会造成记忆的退化 乃至完全失去 比如说有一些患者 他可以认得家人的脸孔 可是他叫不出家人的名字 那有一些患者 他可以叫出家人的名字 可是家人真正到他面前的时候 他不认得 还有一些患者是 他走出家门以后 忘记自己回家的路 就回不了家 所以常常有一些 阿兹海默症的患者 走失 造成家人心中永远的痛 这样的案例经常发生着 这是因为我们大脑的 某个区域的脑神经细胞 他逐渐损坏 比如说我们大脑的某个 记忆语言区 文字区 影像区或空间区 这些脑细胞逐渐损坏以后 就造成意识无法提取记忆 那意跟他所凭借的 这个记忆的通道 就无法令第八识留住 所含长的记忆 以及夜种等等的内容 所以随着脑神经细胞的 某些区域的损坏 就会造成 我们的认知能力 阿兹海默症患者的 他的认知能力 逐渐丧失 以及混乱 甚至最后可能造成 连生活上自理的能力 也都没有 但是不代表 记忆就不在了 只是表面上意识的 记忆的丧失 因为大脑神经 某个区域大脑神经的 这个细胞损坏了以后 意识无法提取记忆 意根也无法 让他所借源的 大脑的记忆通道 让第八识 留住出记忆的 等等的内容 可是难道这些 记忆以及夜种的内容 就不存在了吗 不是 它还是完整 无缺的储存在第八识 如爱荡荡当中 如果说我们的 到某个区域的脑神经细胞损坏 就造成记忆 乃至于夜种 全部丧失掉 这些资料 全部丧失掉的话 那么其实就好办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是不是我们干脆把自己所造的恶事忘掉 或者得失智症 忘记爱恨情仇 或是死了都没事 可是玄奘大师告诉我们的八识的生命的心理结构 它的真理就是如此 有一个第八识 这个记忆的储存处所 它可以超越时间空间 它把我们的所有的记忆 以及夜种等等的资料 从无量过去识带到现在识 乃至未来识 不会因为大脑的细胞的某些区域的损坏 而让记忆资料全部丧失掉 那也因为有这样的第八识 十项心 所以才有生死轮回 以及因果夜报不断的出现 以及延续着 那么要如何预防阿滋海默症呢 还是要学习第八识 如来这样的智慧 才能够看透 世间所有事物 还有七世心的虚假 可以放下过多的欲望的追求 还有烦恼 所以半夜就不会在那边追剧 明明困得要命 一直追剧 还要滑手机 还要打电脑 打游戏 那也不会因为有一些烦恼 一直挂着 所以在那边担心忧郁焦虑着 而造成失眠 所以还是要让自己好好安心睡觉 让大脑可以正常关机 如果长期性的睡眠不足 或是长期性的失眠 大脑就无法正常的关机 就会耗手 所以好好减少烦恼 好好可以安心的睡足足够的时间 让自己可以宽心一些 有因缘来学习第八世如来上的智慧 那么就可以预防 心理层面上至少会减少很多的放不下 或者是过度的欲望的追求 造成大脑以及身体的耗损 那其他的部分我们就留在文老师 为我们说明时间有限 好 在解释阿兹海默症患者 他的起因之前 我们先来看看我们这一世的记忆 所有的人这一世的记忆 它是怎么样子形成的 它其实有一套过程的 这一套过程的话 你们自己可以去现前的观察 是不是这个样子 在这个记忆形成的这个里面 至少要有三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什么 就是这个事件 这个事件在发生的当下的时候 意识心 第六四的意识心 它要非常的清醒 所谓非常清醒的意思 就是说它不是打瞌睡 你正在打瞌睡的时候 刚刚范老师在讲的内容 你就没有办法听得很清楚 所以意识要清醒 这是第一个条件 除了打瞌睡 意识不清醒以外 另外一个情况是 意识仍然是在的 但是这个意识在做白日梦 比如说 刚刚范老师在上课的时候 然后心里面想着说 等一下下课了以后 我要去哪个餐馆 吃一个好吃的东西 然后那个味道好棒 当你在想这些东西的时候 范老师所讲解的内容 你就没有办法了解了 所以清醒 不做白日梦 这是第一个要件 这个要件就是 你要把那一个事件 发生的详细的内容 了别的清清楚楚的 这是第一个要件 第二个要件是什么呢 它要认为这件事情 非常的重要 如果意识认为这个事情 不重要的话 那很快这件事件的内容 就会被遗忘掉 举一个例子 我们每个人 每天晚上的时候 都一定会做一些 不一定每天 但是都一定会做一些 杂七杂八很奇怪的梦 当你半夜梦醒的时候 回想说 刚刚这个梦 这是杂七杂八的 根本就无关紧要的话 你当下马上 就会把它舍弃掉 等到第二天早上 你醒来的时候 昨天晚上 到底做了什么样子的梦 你就完全忘掉了 这是一种情形 然后第二种情形 就是说 当这个事情 意识认为说 这个事情不重要 比如说你听到 某一个人在讲话 他讲的都是绘画 根本就无关紧要的 你虽然有在听 但是你转头了以后 就把他刚刚讲的话 把它忘掉了 这是常常会发生的 每一个人都可以 亲身去验证的 所以第二个重点 第二个要件是什么 意识要认为 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然后一根 他就会决定 确实地把它记起来 正面的例子的话 就是背书 你在背一篇文章的时候 第一次第二次的时候 可能不容易背下来 一下子就忘掉 但是你认为它很重要 你一定要把它背下来 你就反复反复一直地练习 时间过一段时间之后 这一整篇的文章 就会被你牢牢地记住 然后你一下子 就可以把它背出来 完全不用去思考 所以这是第二个要件 意识要认为 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第三个要件是什么 大脑的脑神经细胞 要功能正常 如果脑神经细胞 功能不正常的话 即使刚刚发生的事情 很清楚地把它了别了之后 然后意识也认为 很重要把它记下来 但是一转头就忘掉了 这个就是阿兹海默症 病人他的问题所在 他的脑神经细胞里面 有一部分损坏了 所以他有一部分的记忆 就会消失 然后当他损坏的部分 扩大的时候 他的记忆消失的数量 也会更大 乃至到最后 他完全损坏掉的时候 他就完全丧失了 这一世的记忆 所以脑神经细胞的健全 是第三个要件 要有这三个要件了以后 才会形成我们这一世的记忆 能够记住在脑海里面 那有关上一世的记忆 他为什么在这一世的记忆里面 没有办法出现这个问题的话 其实他也是要回归到前面三个至少的要件 因为上一世的记忆 记住它的是上一世的大脑 上一世的大脑 记住了这些东西 但是这一世的时候 这一世的大脑里面 他没有这些过程 但是话说回来 那难道这样子的话 这个记忆就不见了吗 不是 刚刚焕老师有提到 第八是如来藏 它有能长 锁长 职场的功能 所以任何这一世所发生的事情 都会长期记忆 都会是在如来藏的能长 锁长 职场里面 下一世 或是说这一世的时候 如果这些东西都在如来藏的 竹长的范围 如果这一世的一根 这个通道一打开的话 那些记忆就会透过一根的通道 进到我们这一世的脑神经细胞里面来 这样子就会形成这一世的记忆 所以这些都是记忆能够形成的条件 前面三个至少的必要条件 那是从现象界来讲的 但是从实相界来讲的话 是要有第八是如来藏 它的能长 锁长的功能 以及一根要把这个通道打开 这样子的话 就能够让它变成是这一世的记忆 那关于如何来避免阿兹海默症 这个问题的话 主要有两个重要的事情要注意的 第一个就是要有充足的睡眠 刚刚话老师有提到的 要有足够的睡眠 根据西方科学的研究 阿兹海默症患者 他在发生这个现象之前的半年到一年的时间 他们的睡眠品质都不好 都没有睡足七个小时 所以因为这个睡眠长期的品质不好的关系 会影响造成他染上了阿兹海默症 那第二个重点是什么呢 就是你要长长的去使用这个大脑 让它能够适度的活动 有一句俗话说 打麻将的人不会得阿兹海默症 为什么呢 不只是打麻将 你打桥牌或是下围棋等等这一种 适度的脑力活动 可以帮助脑部的血液循环 同时把养分输送到脑部去 所以可以避免脑神经细胞的损坏 那中国民间有一个传说 说往生的人 他为什么会忘记上一世的记忆呢 最主要就是因为他喝了梦泼汤 这是中国的传说 那我们来回想一下 刚刚所提到的那三个要件 当这个往生者 他走了以后 他的身体不见了 所以当然他的脑神经细胞 也相对的不见了 脑神经细胞不见的话 他那一世的记忆就会消失了 所以不是因为喝了梦泼汤 而是因为这一世 新出生的脑神经细胞里面 没有这些东西 没有这些东西的话 他就没有办法在这一世的时候记住 但是在如来上里面 他还是完整地保存这些东西 只要一根的通道一打开的话 他就会变成这一世的记忆 以上报告 谢谢 两位老师也太厉害了吧 不但博学多文 还微微道来 那本来 另外有一位这个朋友提出另外一个 就是关于梦泼汤 的这个问题 我本来想说 跟这个是有点相关 也是记忆 怎么就不记得上一世的这个事情 本来想追问这两位老师 没想到 我们这个伟伟老师就已经 有这个先见之明 预先就把他打了 所以从两位老师的这个分享 我们也知道说 其实学佛 好像还可以知道蛮多事情的 可见这个佛法的这个内容 范围 其实是至深至广 可以说包含了一切 那释迦牟尼佛 或者说佛陀呢 他是对于所有的法 无所不知 所以他有个称号叫做 一切智者 那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呢 其实科技 已经算是非常进步 非常发达 可是呢 还有很多是医学家 科学家 这些所谓的专家 所不知道的事情 太多了 那我们学佛 学到某一个地步呢 要去学所谓的五明之学 其中有一项 叫做医方明 就是要去学习 跟医学 跟医药相关的这些知识 来帮助跟你有缘的这些众生 能够解除他身上的病苦 那我们当然希望能够早日 能够到达 这样的阶段 这样的阶段 或许就有助于可以解决像 阿兹海默症 或者是癌症 这些目前还没有办法完全解决的这些问题 那关于刚刚这个孟婆汤的这个问题 如果你要是学了这个佛法之后 有了正确的这个观念 你就可以依于这样的正确的观念 或者知见去判断 像孟婆汤这样的一些民间传说 到底合不合理 那就不会被误导 乃至于你可以用你所学到的这些观念 这些知见 去教导 跟你有缘的身边的这些亲朋好友 告诉他们 什么才是符合正确的这个道理 那他们就能够依此而判断 而不会走错路 不管是不是跟宗教相关的 那这一题呢 我们就回答到这里 非常感谢两位老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